有網友想知道多些資大藝術 哪方面的藝術 帝王藝術 有些人看過是用那些 寶石 紅寶石 綠寶石 黃寶石 翡翠 磨粉 但他要解毒才可以用 帝王藝術因為那些寶石這麼貴 他要製作了這麼長時間 製作來用 變成是黃色才能用得起 民間這麼窮 怎麼會找寶石來搞呢 所以就是說 我們 如果他們看過 他們就會感覺到我們那時候 宣傳的那套藝術的理念 就是全套藝術的理念 因為我不可以叫人 搞這些紅寶石藍寶石磨粉 我老實講 不是分開來講 我不會解那種毒的方法 我未學到那套藝術 變成我們找到這些 這些垂子水 哇 我正了 多少元素 齊了 我便不用用寶石來磨粉 我天然有 那些水 所以我便叫介紹人 喝這個漂亮的水 製作一個礦泉水 它什麽的礦物質也有 所以他要喝礦泉水 曬太陽 煉光 是吧 即是我們那個是現代版的 製作了 改良版 改良版 但很深厚 他的製作衣術是 他的視頻沒有報出來的 他由亞利安人帶進來 然後他去婆羅門教 變成了他的 弗大衣術是那個凡天 傳給一對孖山的 那個叫孖山仔 是印度的神童來的 孖山的 再傳給一個教的神 再下來給民間 五千年前 但最重點 最重點是 他給那個人類 就說 你整個宇宙和你分開了 人 就是外面世界和自己 沒有關係 誰不知他不知道世界 的元素和你是一樣的 整個外面世界的元素 都是地死火風空 跟你人體是完全一樣 變成完全一樣 你不可以分離 你又要怎樣 如何協調外面世界 那你就會是否 他沒有 人分離了 分離了便錯了 他又不知道那個 他又不知道整個大自然那種結構 又是很和諧的 他每一道生的花草樹木 都有它的存在價值 譬如我最簡單 譬如說 如果你沒有了蜜蜂 又會死 每一種東西都有它的功能 他沒有了蜜蜂 你就沒有了傳播花粉的功能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是有很大的事情 如果你認識到那個大自然 你就會發覺 原來跟我們人體 原來全部吻合的 你拿回到它那個和諧平衡 那你就沒有病了 因為你那個四大元素 身體因不平衡 地水火風因不平衡 那你有些是躁躁些 有些個人體 就寒涼些 氣弱些 有些就偶些 鈍些 不願意動的 懶惰的 就是你那個元素不平衡 就是由你的思想 和你的心態引起的 有六成 另外 你又影響你的身體有病 由你身體影響有病 多數有四成在食物上引起的 所以你就要懂得選什麼食物 怎樣去保護自己的心靈 你怎樣休息 這個就很重要 就是和那個大自然怎麼配合 你的休息時間要配合 你要入內 primer 那英俊